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這部影片是要來介紹 十屆UNIQLO的UT 首先小馬就先讓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UNIQLO已經來台灣十週年了 那這十年的時間裡面 UNIQLO它不僅只是一個平價服飾品牌的形象 在小馬心中 UNIQLO其實就是喜歡潮流的朋友 的一個入門品牌 其實我們只要細數一下 UNIQLO在這幾年來 到底跟哪些大咖的品牌 還有藝術家合作過 像是Close還有春上龍 這一隻的春上龍多愛A夢聯名 就是最經典的一次 那是台灣UNIQLO還邀請到春上龍大師 還有潮流元老Futura 都是UNIQLO曾經合作過的對象 而他們合作的東西 往往都是UT系列 大家都能夠輕鬆入手的單品 所以小馬才會說 UNIQLO就是我們這些潮流玩家的 最入門起步品牌 回歸主題 就是UNIQLO在台灣的十週年 這次推出LIFEWORD的藝術與科學 來慶祝在台十週年 史無前例的推出了 台灣在地品牌的UT 那這次的UT系列 總共有五個品牌 哪個品牌出了兩件款式的T-shirt 小馬就搶先給大家做分享 這邊就是十件台灣品牌聯名的UT 那我們就先看第一個品牌 是這兩件電動機車品牌 GOGORO 它跟UNIQLO一起吸手合作的款式 首先我們先看到這件黑色的 正前方就印上GOGORO電動機車 黑白線條的圖案 非常簡單俐落的一個款式 那UNIQLO會跟GOGORO合作也是因為 UNIQLO這個品牌 長期致力於環境保護 及減少資源上的浪費 GOGORO這個品牌因為是電動機車嘛 所以在環境保護上面呢 當然是不錯的形象 所以他們兩個才會一起攜手合作 那背面呢就是綠色的GOGORO的電池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但是呢又有蠻好看的一個T-shirt 我覺得如果你是GOGORO的車主 感覺可以來一件這個黑色的喔 我們看它的第二款是白色的 白色的色彩比較繽紛一點 它是用色塊狀的 它只有正面的圖案 它是色塊狀的很繽紛的色彩活潑感 就稍微比較休閒的穿搭 支持一下這種永續的環保精神 這兩件就是跟GOGORO合作的款式 再來這個品牌呢 我相信沒有人不知道 只要是台灣的你一定知道了 這個百年的品牌 大同有沒有 這個大同寶寶 我相信這絕對是一個家庭裡面 很快啊 三個世代四個世代都知道的 這個大同寶寶 連小馬自己都知道 你就知道這個品牌有多成功了 這是一個淺藍色的配色 配上經典的大同寶寶圖案 相當復古的一個感覺 大同在台灣這個百年歷史 甚至到現在還是很多家庭 都是使用大同電鍋 就是照顧我們台灣人每一天的這種 吃飯時刻有沒有 這是一個相當復古的大同寶寶款式 另外一款是黑色的 稍微比較時尚一點喔 這是以大同電鍋的形狀去做成的 然後它有六個不同的電鍋配色 那小小的在這個胸前 後面沒有圖案 這種稍微比較簡單 但是顏色很豐富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款式還不錯看 以上這兩款就是 UNIQLO跟大同品牌的合作 再來這款式 這兩款呢就是 台灣啤酒 我們先看一下這墨綠色的T恤 墨綠色的配色就是台灣啤酒的這個平身配色 相當經典的這個顏色 這邊直接印上英文 台灣Bear 底下就是一個啤酒的圖案 台灣啤酒 最新的精神就在這件衣服上 如果你身邊有這種外國朋友 你就是要推薦他喝一下台灣啤酒 這就是第一款 綠色的配色 來 第二款白色系也是蠻好看的喔 它的白藍配色就是透過台灣啤酒罐上面的水波紋為設計靈感 它這上面呢就有一些啤酒的這種原料 還有這種獎杯獎項 我們的台啤也是得過很多獎項的 這就是傳達我們台灣啤酒滿意的創造力 在這件衣服上面 所以呢這個白色系 還有我們的綠色系 經典台啤金黃啤酒的這個象徵 這兩件都還不錯喔 帶來這個品牌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聽過 一定也都吃過 從台北到高雄都有這個分店 除了台灣以外 我到日本去 還看過它的分店 就是我們的 春水糖人文茶館 珍珠奶茶 享譽全世界的品牌 想到春水糖就突然想吃功夫麵 是不是 是不是 這件T恤 超可愛的 對不對 它這邊就是一個象徵 珍珠奶茶的一個可愛的圖案 然後 這邊就是印上英文春水糖奶茶色 我覺得超好看喔 這件T恤超可愛的 男生穿女生穿都超適合 珍奶T這件超可愛的 另外一個 深藍色的 也是以珍奶為主軸的 這個感覺呢 顏色稍微重了一點 它這邊有著一個搖珍奶的那個撇杯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珍奶的圖案 很簡單的圖案設計 就是傳達出 對珍珠奶茶的職人精神 一杯珍珠奶茶看似簡單 但是要做到好喝 真是不容易啊 如果你有到國外去喝過珍奶 你就知道 這個國外的珍奶 真的沒有辦法 跟台灣的珍珠奶茶相比 我覺得台灣的珍珠奶茶 不單單只是一杯飲料 而是我們所有人之間的共同回憶 最後兩款就是台灣最好吃的小籠包 頂太風 看到這件T恤 好像那種頂太風員工在穿的感覺 可是還蠻可愛的 因為你看它這邊 胸前就是一個頂太風紅色的標誌 然後夾起一個小籠包 它的這感覺做得還蠻精緻的啊 這是胸前面的圖案 後方更厲害了 一個大風製 跟一龍十八折的小籠包 這個很像那種石神的感覺有沒有 我覺得這其實還蠻可愛的 這小籠包T恤 看著看著就覺得肚子好像餓了 開完這部影片我都覺得 這個金管我想來一點頂太風的小籠包 另外一款是紅色的 它只有前面這邊金色小籠包 然後印上三個大字 頂太風 紅色這一款跟白色這一款比 小馬個人是比較喜歡白色這一款啊 胸前這樣一個小籠包比較可愛 所以最後這兩款就是頂太風系列的小籠包T恤 那如果你問小馬從這十件裡面去挑個一件兩件來做收藏或者是入手 小馬會選擇哪兩件呢 我會選擇這一件珍珠奶茶T 這一個奶茶色的配色 因為這個奶茶色 不管男生或女生都是相當好做穿搭的一個顏色 然後我很喜歡它正前方的一個珍奶LOGO 另外一款就是台灣啤酒的 最新的綠色這一件 這兩件呢就是小馬會推薦給大家的 反正一件390 穿起來也是蠻有趣的啊 不會花太多的錢 我們就穿這兩件做一個穿搭給大家看一下 這件奶茶色的UT 小馬會用大地色系的鞋子去做搭配 然後帶一點軍事風格的元素在這次的穿搭上面 就是以墨綠色系的褲子跟墨綠色系的襯衫 來做一個呼應 達到一個休閒式的軍裝風格 第二套綠色的UT 小馬會以休閒式的風格來做穿搭 所以選擇淺色系的長褲跟白色的配件做呼應 給人一種視覺上非常舒服的休閒穿著 那影片最後小馬就告訴大家這個購買資訊 這次的UT The Brands Taiwan 這一系列呢 在9月30號會在UNIQLO的官網做發售 那實體店鋪呢 就會在10月1號開始發售 那小馬要跟大家講一個好東西啊 就是之前在日本排隊排三個小時 才可以買到的UNIQLO的ARISON口罩 正式在台灣發售了 這一個口罩呢不管是在香港還是在日本 真的要買到是非常困難的 UNIQLO它的口罩很親膚啊 戴起來非常舒服 我是說真的 然後一次推出三個顏色 黑色白色跟灰色 而且這口罩它是可以丟進洗衣機做清洗的 所以絕對是現在非常需要的一個單品 那在10月1號到11月1號 UNIQLO在成品生活松菸一樓 打造了一間快閃商店 那這裡面呢 有精選的LIFE WORLD文創設計服裝 期間限定店鋪販售 The Brands Taiwan UT 還有UNIQLO U系列商品 以及新無界美型外套跟ARISON口罩 那這次快閃店呢 也推出了五大好禮優惠資訊 有會員來店裡 還有滿額好禮 等著你們一起去逛逛 好如果喜歡像我今天介紹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也非常開心 UNIQLO在台生根十週年 我們下次見 掰掰